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活在爱的岛 手困在汹涌波涛 冲不出勤劳 我只有汗泪煎熬 我无处躲逃 绝处风声如难照 寻不到解药 就让你含笑八道 爱的道出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道挥舞 夜色更模糊 翩翩光阴沾落 泪水遮住我夜幕 爱的道出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道挥舞 夜色更模糊 天前红尘落尽 依然太燕望 日出 尝尔 日出 ori captain geschrieben 我闲的 没事找你出来玩 没空陪你玩 回来 能没事吗 本王 打算让你办一件 异常艰巨 但是 必须完成的任务 白后完了吗 说重点 你现在这说话的语气 简直跟娘娘一模一样 被他传染了 说话这么没大没小的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要是给我办成了 你随便说一个条件 本王全都答应 你看我当大王行吗 你是怎么做到 每天都这么没心没肺 还当大王 能不能办 能不能办 行是行 不过先说好了 就算我办不成 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我是真羡慕你脸上的皮肤 保养得这么厚 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不要脸 那你找要脸的去 回来 本王说不答应了吗 那要不是娘娘和我儿正在伤心处 马带又是个无脑大老粗 行了 别废话 答不答应 就算 就算半推半救了 君无戏言啊 说什么事 本王啊 让你去救我妹 救你妹 你妹 对 我妹 莲花公主 能不能问 包我身上 包你身上你就别站着了 赶紧去啊 这一点血管都堵了 谁 薛冠 薛将军 你怎么来了 你当我乐意来啊 是你大王堂哥非要让我来 接你回家 回家 你大王堂哥说了 不论发生什么事 你永远都是他亲妹妹 只要你肯回 其国永远都是你家 承诺的终者 我的终者 我拿什么证明啊 公主 我们跟薛将军回去吧 客人 快去收收行李 咱们要赶紧离开这儿 回家 公主 客人 快去收拾东西 我们马上走 好 魏将军 事到如今 你有什么打算 打算 在战场上 如果不是我跑得快的话 我连命都没了 我还能怎么办 可是你必须做点什么 让楚王看到你的诚意 诚意 什么诚意 你可以将你最宝贵的东西 献给楚王 事到如今 我哪儿还有什么 最宝贵的东西 你还有一位大齐公主 你什么意思 如果你能将大齐公主 献给楚王 相信楚王会看到你的诚意 你是说 我 这么晚了 公主还没睡啊 驸马不也是 这么晚了还这身装扮 是要干嘛呀 出国兵班 我睡不着 出来耍耍惊 可人 你怎么来了 你们竟然背着我 你这是打算连夜逃跑是吗 驸马 既然兵班 那不正好 与我一起回齐国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何不行 当日驸马说过 是遭人陷害被诬陷造反 是大王堂哥一时糊涂 听信谗言 如今我们回去找他申冤 哪怕跪下来给他解释 又想叫我跪地求饶 我为文斌做不到 如果能够解释清楚的话 我当初又何苦要逃走 事到如今 还满口谎言啊 为文斌 明明是你和夏淫春勾结在线 意图扰乱王族子嗣 又规云王位篡夺谋反 现世已至此 居然还厚颜无耻 满口喷粪 文斌 我真是瞎了眼了 为了你 我丢下我年迈的父亲一人 整日为我担惊受怕 为了你 我放弃我齐国公主 高枕无忧的生活 随你流浪到楚国 整日寄人篱下 而你 你却背着我和夏淫春 相互勾结 日日勾结 我就是你的一颗棋子吗 你和夏淫春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看看 这方才你还负人之人的 犹豫不决 现在 她倒是要杀了你泄愤了 给我闭嘴 竟然 有什么资格 插嘴我的事 卫文斌 事到如今 我就问你一句话 从头到尾 自始至终 你对我灵花 可曾有过一丝 哪怕一丁点的真心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用对你这个母夜叉 笑脸相迎了 我简直太开心了 公主 我 我 我 公主 走 小心 可人 可人 公主 老爷还在家等着你 你快跟薛将军走 走啊 走 可人 走 公主 可人下辈子 再继续服侍你 快走 可人 快走 维吻平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的女儿啊 你可一定要平安啊 爹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我 你不认得 你不认得 你并不认识 你还不认得 你不认不 你也不认得 你啊 你 maybe 我认不认你 我认不认你 你这儿 你步认你 你不认好 你想过去陪着儿子 你呢 我认不认你 儿子都已经长大了 他想亲自送养父母最后一整 就随了他吧 这彩云真是豪狠的心 就舍得这么把我们抛下 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抱他 彩云把儿子还给我们 那他的心愿已了 在他心中只有楚将军一人 那自己心爱之人已经死了 他当然不愿苟活于世 一生一世 一双人哪 爹 娘 你们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 孩儿只能擅作决定 将你们埋在楚国与齐国的边界之处 爹 娘 孩儿不孝 还没来得及抱他你们 只求下辈子 你们还做我的爹娘 我一定要好好抱担你们 我一定要好好抱担你们 魏将军 何意啊 大王 这是我对您的一片忠心呢 魏将军是真有心呢 谁啊 赶紧给我拿走 大王 这不是别人 是我的发妻 凌花公主 现在我和七国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楚国也已经和七国交恶 你也没有任何退路可走了 秦首 秦首不如 你连自己的亲你都敢杀 还属于我 要不是因为你 我大厨能和七国交恶吗 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把你的人头看下来 交还给七王 大王 为了你无可什么都做了 现在我是你手下唯一可用之人 如果你把我交给七国 那你真的一点退路也没有了 再说 七王他到底有什么可怕的 七王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钟丽春 钟丽春我会杀了他 德王你相信我 我会杀了钟丽春 你疯了 你疯了 彻底疯了 你就是个杀人狂魔 杀人狂魔 来人哪 来人 给我把为人命打下去 德王 该出大殿 该出闻出国的境内 德王 有声不得回出国 有声不得入出 你是中心的 德王 滚滚滚 滚 滚 放手 放开我 放开我 滚 你们 你们这两个搞东西 真敢这么对我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们给我等着 有朝一日 我一定叫你们报仇 你这个人 一点人性都没有 连畜生都不如 赶紧给我滚蛋啊 我们楚国不欢迎你 跟他废什么话呀 你赶紧给我滚蛋 要不然 我就不客气了 滚 两位大哥 刚刚是我不对 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一般见识 咱们有话好商量 你们看 这天晚上就要黑了 还下着雨 让我一个人去哪儿啊 让我先到城里边 暂闭一下 不行 滚 大哥 滚蛋 走 走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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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们有招 但我崛起的那天 一定让你们好看 这雕工有点糙 甘娘 大王 墨家把凌花公主带回来了 但是公主的丫鬟可人 被魏文斌杀害了 能把我凌花妹妹带回来 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可人这丫头忠君护主 待寡人回到大齐之后 必定会善待她的家人的 堂哥 对不起 说什么 说什么对不起 起来吧 起起起 赶紧起来 待会儿回去好好休息 不是 凌花妹妹 不是我这当哥哥的说你 那你的心里得有点数 是 你是长得挺司马难追的 那不乏有人就想瓮中捉鳖 那魏文斌他是真心喜欢你吗 他就是口迷附近 你就被他的甜言蜜语蒙蔽了双眼 那怎么着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了 甜屁将 现在重点是这些儿女情长吗 我们应该提防魏文斌重视他 对 这个混蛋竟敢挑唆褚王反共的大旗 简直就是蔑视我们大旗的国威 娘娘说的对 这个魏文斌 那么气儿呢 屁 干他 你就是我未曾谋面的国母嫂嫂吧 灵花拜见嫂嫂 免礼 妹子 可是坊间传闻你长得特别丑 这也不丑啊 也太好看了吧 这么不会聊天呢 没事 妹子 来人房长 昆儿 你先带灵花公主去休息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大王商议 是 去吧去吧去吧 去吧 娘娘 什么事 怎么会笼络到这波天地 不够 苍天不够 苍天不够啊 这不该是我的命运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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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啊 小姐 好像是魏将军 魏将军 文斌 明川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 你怎么也出来了 没有你 我留在那儿做什么 快上来 现在走 还能去哪儿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有我啊 纵使天下人负你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给我喝明魂汤 我 在你眼里我是这样的人吗 先上车再说 我还是来晚了 让你受苦了 看到你 就不哭了 其实啊 咱们离开楚国倒是好事 我算看出来了 那个楚王啊 只顾得乌山云雨 是个没有野心的 你信不信 咱们一走 他八成得给齐国投降 楚王这罪心于歌舞 无心朝政 早晚都会葬送自己的国家 和自己的性命 是是是 干大事的呀 还得是你这种人 有胆识 有魄力 还长得帅 我家迎春啊 就是有眼光 文斌你知道吗 从小我爹就跟我说 我长大了 要做这世间 最最尊贵荣华的女人 要让所有女人都羡慕我 我要当王后 我想 你能帮我实现这个目标 我又何尝不想帮你 实现你的愿望 但现在看来 你离你的愿望 越来越远了 如果当初 你没有离开齐王的话 兴许 还能容易一些 并不是 咱们应该快到青州了 到了青州 又如何 你可能不知道 我爹啊 在那里藏了十万雄兵 现在相信我了吗 阿 我愛你 苏大丞相 你刚才叹什么气呢 烦着呢 不理我 那我走了 你还真走啊 你不理我我不走干嘛 过来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我就知道你是要来跟我道别的 所以我才不想跟你说话嘛 若是有缘 日后会再相见的 我要是知道今天我们会分开 我宁愿当初没有认识过你 我就很感激我们能认识 哪怕只是一场空欢喜 我也是谢谢这场空欢喜的 让我知道 人家还有这等欢喜相遇 这才哪儿跟哪儿啊 东不南西不北 上下左右的城乡 我都可以不要 我只想跟你 结婚生子 白头偕老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可是 苏继子 我不愿热后漫长的岁月 将我们之间的情感消磨殆尽 最终两相焉 其实这样最好 你在我心中是最好的样子 我在你心中意识 往前一步是黄昏 退后一步是人生 给我留个东西吧 日后万一我思念你了 我还能看看 不必了 回忆里 什么都有 他有归他有 我要是我要 季默默默沉入海 回忆还在 你不在了 苏继子 我本事不能沾染 凡间情感之人 这一次 本事为了姐姐妒结 没想到 自己也妒结了 真的谢谢你 你说我的名字土 不如 你送我一个吧 无忧无忧 无忧无忧 天下无忧 我大齐无忧 我希望你日后 每天都无忧 就叫 终离无忧 无忧 无忧无仇 我很喜欢 谢谢你 苏继子 再会 再会了 小神仙 再会了 爹 我将文兵带回来了 贤婿啊 果真把你判来了 岳父大人 请受小续一办 等你们好久了 刚好我有要事跟你们商量 快进屋吧 我说先续啊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爹 不如先将咱们这里的情况告知于他 现如今 我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的女儿啊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从宫里出来了 我呢 也被削职为民 可是 我到了这里 我可一天都没有闲着 我是招兵买马 聚草屯粮 在青州城里 我养了十万精兵 这么多 并且 我的府里 人才积极 干什么的人都有 磨人的墨子 碾人的碾子 什么都有 我现在 恨不得赶紧发兵起义 推倒大旗 这万里江山 可就是我们的了 岳父大人 咱们可谓是 一拍即合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您的理想 正是小旭的目标 闲旭啊 现如今你来了 正可谓是 八字的一撇一捺 我们都准备齐了 你 愿不愿意 做这个统兵大将军呢 小旭愿意 好 如果我们把江山 拿下来了 咱们爷俩 对半分 多谢岳父大人 好 为了我们的约定 女儿 贤婿 我们共同干一杯 敬岳父 干杯 女儿啊 贤婿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不宜大操大办 还需一切从简 来日 待大功告成 我定为你们 重新操办 隆重的婚礼 日后 我们下家 生生不息 日月永长啊 谢 岳父大人 你今天真美 你今天 你今天 也很帅呢 殷川 你对我的大恩大义 我这辈子也还不清了 谁要你还了 说真的 咱们青州这一行啊 虽然是狼狈了些 但是看遍了大好河山 无拘无束 真不知道下一次这样的日子 要等多久 等我把天下打下来 虽然你想要什么 有什么 全天下的荣华富贵都是你的 到那个时候 天下都是我的了 不管你想去哪儿 我都陪着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好 青州果然有异动了 天吴 夫子 马上派人给大王和娘娘传书 火速回来 是 夫子 等等 你亲自跑一趟 把事情跟大王和娘娘说清楚 越快越好 学生这就快马加鞭 奔赴娘娘营仗 娘娘 睡着了 没睡着 打坐呢 寡人 有钥匙汇报 说 站着说 楚国把可人的尸首给运送回来了 还说跟那个魏文斌就此划清界限 他们就是为了让我们退兵 不过也算是实相吧 只可惜 客人客死他乡 也算是他忠心护主 待我们回到林滋成之后 一定要善待他的家人 行了 你快去睡吧 我还没说完呢 娘娘 楚国的问题呢 就算是解决了 还有呢 我们的儿子呢 也回来了 娘娘 替寡人东征西战这么多年 也该歇歇了 你说重点 站那儿说 过去 我就是想呢 我们夫妻二人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点什么 缺什么 是啊 缺什么 我问你呢 你问的什么呀 都怪娘娘 你现在太好看了 脑子就经常有点跟不上榻 看你看的总让人有点恍惚 就有句话就是 红颜祸水啊 不是 美人勿国 我看你脑子不够用了吧 赶紧出去 出去出去 你打坐完了 不就一起睡了吗 谁跟你一起睡啊 我这么多年 一个人需要习惯了 给我回去 那 回去 我想起来了缺什么 蜜月 蜜月 是啊 娘娘 自打我嫁给你之后 你就一直忙于过世 那忙的对我都是见死不救的 一点时间都没有 再加上前几日 我们送别了楚将军夫妇之后 那寡人 感触颇深 现在 本王就不图娘娘 为我做多大贡献 那你说一辈子不容易 不就图个团团圆圆吗 万一爱人不见了 那以后向谁去喊员 你说谁不见了 行了行了 出去吧 娘娘 你舒喜打扮一番 寡人 在大仗等你 赶紧出去 舒喜打扮一番 越漂亮越好 寡人等你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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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无处话离别 皆在深深场 道不尽满冰霜 喜以为常 遍不明花心中一寸燕亮 责怪不满荡 坚强之上 我的衣裳 水的衣服 晚在此中央 断桨太窄 孤岛太长 景色与水晓 喝了个饭 我吻着前方 就没也忘了 无处话离别 皆在深深场 我 mut不愿唤 平静胞 免有 RTX 感谢观看